音乐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是在《眼里米艾哥》 《诗句三章》 讲到 姓忘爱 最近看到一个传来的故事 有个年轻人去问个老人家 你觉得这一辈子什么是最好 老人家想了一下 他说没有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 没有房子的时候觉得房子最好 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 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 他说真正的好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 什么是最好呢 他就说健康的身体最好 真心的感情最好 心里面有你的人最好 每一天有人问候你的最好 还有活着的每一天最好 我在想我们的成岛会 也就是我们都有精神有力量能够上网 能够彼此的问安 关心大家关心教会 关心神国的事 每一天我们的活着 能够献上祷告 献上代祷 献上我们的赞美 我们的早晨的祷告会是最好的 是让我们常常会觉得一天的开始 带来我们生命的力量 再给我们服事的开始 耶利米三章15到18节就讲到 他是毫无指望的 我们知道哀歌是当他们被掳了之后 耶利米所写的 他用浮处充满我 用我保佣的阴沉等等 用砂石抹我的牙 用灰尘将我蒙蔽 使我远离平安 忘记我的好处 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绝无指望 他说我在耶环那里毫无指望 但是当他想到他的难处的时候 他就忽然纪念到神了 他说耶华求你纪念我 如阴沉和苦胆 困苦俊 我心里想念这一些就在里面幽闷了 这人就向神祈求了 求死我纪念 然后最后他却是带来一个盼望 有了指望了 他说第21节说 我想起这事 想起什么事呢 其实就影响了事情 心里就有指望了 他想起什么事情 一共三样事情 第一样是在三章22节说 爱和怜悯不止息 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 是出于耶华的诸般的慈爱 是因着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了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 神的怜悯 第二个讲到你信实极其广大 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所以这边讲到信 神的信实 第三个讲到因此我要仰望他 我心里说耶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这边讲到他仰望神 他的盼望是在神那边 神是他的产业 是他的分 他知道神为他预备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摔残的 鸡也在天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样事情 刚好就是信望爱 爱是神不改变的慈爱 这个字就是神常常讲 loving kindness 然后他的怜悯 他的compassion 他对我们有怜悯 也有慈爱 第二个讲到神的信实 每天早晨我们有新的开始 精神饱满了 面对这一天 无论是感恩 是挑战 是服事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这是信 最后讲到 他相信我的心里面说 耶华是我的分 因此我要仰望他 这是望 他的盼望是在永恒里面 神为他预备他的分 就是他的基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诗人耶利米 在他没有指望的时候 把一切的痛苦 他一切的羞辱 他一切的觉得自己承受 没有平安 这个时候他在诉说自己的苦楚 但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 他求神纪念 他说耶华求你纪念我 当我们在病痛中间 在困难中间 在被误会的中间 我们求主纪念我 有指望了 怎么样有指望呢 他就有三样的事情 一个是神的爱 他说不至于消灭 是因为神 他的永不改变的爱 永不改变的怜悯 神的信实 信 是因为每一早成的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经过一晚休息 我们有个新的开始 新的精神 每一天都是最好的 忘 最后是相信 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存留的分 就是我们的基业 所以当我们想到信忘爱 就想到我们有盼望了 所以当我们在困苦中间 我们向神祷告 求神纪念 也纪念到神 是有盼望的神 但愿主 我们每天成祷会 就充满了信 忘 爱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地上 虽然经历各种不同的遭遇 有困难 有顺境 我们有高峰 有低谷 但是无论如何 当我们想到你 你会纪念我们 当我们想到你的爱 是永不止息的爱 当我们想到你的信实 每天早晨 你都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当我们想到盼望 我们知道耶和华 是我们的财富 是我们的分 是我们的基业 我们就感谢你 但愿信旺爱 在我们每一天中间 都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 盼望 成为我们感恩 我们服侍你的动力 愿主 在我们中间 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借助 严厉米哀歌 能够彼此勉励 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 因为你是信实的神 我们将来感恩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在咱唐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